Holy Wedlock between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authoritarianism And that Chinese guy, the Shao'i guy, weaponized it Hebel in Taiwan using it I've got people in Hong Kong using it I'm on Fox News tomorrow 南京某商場,大事張貼,炫耀自信文化 我不說這些是什麼,大家自己看 這裡是南京,這裡不是東京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又有更多更多的新趙家人的孩子被爆料出來了 今天英國YT鋼琴家布蘭登表示 他將反擊,他要購買錫薇尼聖上的衣服 以及八九六四的衣服 未來可能會穿著進行一些鋼琴表演的直播 或是拍一些影片 我真的說,小粉紅求人得人 前幾個月,應該也是一個多月以前 大鬧日本攜帶油餐廳,大家有印象吧 讓這個老闆也換上一堆反共標語 什麼台獨、港獨、西藏獨立、新疆獨立 然後反聖上八九六四,對吧 自從換了這個標語之後 就沒有小粉紅敢在拍片那種事 如今啊,在遙遠的西方 英國也有大王紅跟進啦 看看未來這些粉紅們還敢不敢隨意的鬧事啊 估計看到了 哇,這個布蘭登穿了八九六四,文風而逃 而這一開始啊,小粉紅是希望 可以不要讓大家認識他們 不要看到他們的臉對吧 雖然他們自己跑去人家的直播露臉 但結果呢 現在布蘭登的這個直播 已經快要有六百萬的觀看次數了 估計我這個影片發出去可能就六百多萬了 這還不算翻譯成其他語言的影片 還有我像我們這種小頻道分享或是講解的影片 如果加上我們這些啊 還有推特上啊 IG上等等的平台 估計一千兩百多萬的觀看是跑不掉的 那布蘭登的直播平均觀看 我們可以看到都是十到二十萬之間 而且啊,就算是抓最大的二十萬人看了這個 你的直播 我們先假設你沒有在裡面大鬧對吧 這二十萬人啊 可能不到五百個人會去記住你們 可能甚至連一百個人會去特別找你們都不到 而現在 種種平台啊 估計有一千兩百萬的觀看次數啊 那就超過幾百萬的人看過了 而且還特別上網去搜你們是誰 讓我們更對你印象深刻對吧 不分國籍不分種族的人都記住你們了 唉,你們怎麼 總是求仁得仁 果然是聖上教導出來的子民啊 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通通搞砸大爛尾 事與願尾啊 太暖心了對吧 而且你們知道搞笑的在哪 當布蘭登指出 你為什麼要拿共產黨騎士的時候 這個叫做冷血年的小粉紅 反嗆布蘭登 你有沒有讀過書啊 你沒讀過書是吧 唉,這句話大家有沒有 哇,耳熟能響啊 上個禮拜啊 我們台灣大選結束的時候 菲律賓總統發來電賀 結果呢 中國的發言人就說 菲律賓總統回去多讀書吧 在極權國家有什麼樣的政府 有什麼樣的人民 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這是一個因果循環 啊,然後他就嗆布蘭登啊 你說我們拿共產黨的旗啊 是在歧視我們 哦 所以你認為被說是共產黨員 或是拿共產黨的旗幟 是一種辱華是一種歧視啊 哦 而且他還說什麼 這個國家跟政治意識是兩回事 哦 你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嗎 首先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創立的 在1949年對吧 而這面五星期啊 是毛勝上 是不顧眾人投票的結果啊 改選了很多次 最後啊 才選擇現如今的五星期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統前身啊 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對吧 只是你的領土是侵占中華民國的 不代表法統 你是繼承中華民國的 因為中華民國還在台灣嘛 那每屆中共領導人都會去 這個延安朝聖對吧 那延安也是中華蘇維埃的法基地啊 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來說 中國啊 這個國家實際上是沒有軍隊的 軍隊不屬於國家的 而是屬於中國共產黨的 是黨政軍啊 而中指揮並不是國家主席 也不是國家領導人 而是軍委主席 而只是現在切好這個軍委主席 是由你們國家主席擔任的 在八九六四之前啊 是分開的啊 軍委主席是誰鄧小平嘛 對吧 那更早之前是毛勝上嘛 那中國軍隊並沒有國家化 所以啊 大家時不時會看到解放軍喊出什麼 聽黨話 跟黨走 聽黨指揮 2021年啊 中共黨慶 百年黨慶啊 辦得比中共國的國慶還盛大 還調用了軍隊跟人民的納稅錢 幫黨慶祝 所以你說正面國旗啊 還有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名字 是不是代表中國共產黨 實際上它就是啊 因為在中國還沒有正常化 還沒有真正的民主化之前 正面旗子現在的意義 就是代表中國共產黨 唯一的區別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 為了有表面上統治的意義 這種合法性 所以它才成立了所謂的 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讓這個中國人民啊 有義務去服從共產黨 雖然中共表面上都說 為人民服務 但問題是 現在的人民真的想要你的服務嗎 你拿槍逼迫人家接受你的服務 強迫推銷耶 不接受你的服務還不行哦 你還要打槍三哦對不對 你說別人說你是共產黨員 拿共產黨其實是一種歧視 你把這句話帶回去中國說一次 去大街上說一次 去天安門前面說一次 說給聖上聽 at人民日報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反共的海外華人 你這麼說那完全沒有問題啊對吧 那問題是 反共的華人是不會拿著正面旗子 然後去拍著由中共計畫領導的節目 對吧 除非啦你今天是拍反串的節目 但我相信你們絕對不是拍反串 這種低級紅高級黑的節目對吧 所以這就是矛盾的點 你為中共站台拍攝節目 裡面投換概念愛黨愛國 甚至啊我剛剛有提到 其中一位叫做 冷血年的東北沈陽人啊 現在已經證實了 他就是他就是咆哮的那個人嘛 他是有英國教師證資格 更是海外孔子學院的老師 那孔子學院是中國經典文化代表人之一對吧 但問題是中共在裡面 又參著法家 馬克思共產主義啊社會主義啊 中國宮廷鬥爭文化 大中華漢本位思想 啊 將綱文化 這一些通通混在一起 然後把它變成孔子學院 最主要是希望啊 去孔子學院的這些歐美人士啊 藉由對中國文化的熱愛 去反向洗腦他們 你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很棒的國家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 刺激的很好 我們短短幾十年就超音感美 中國有很多你們歐美沒有的問題啊 因為你們也看不到 我都打江山了 都屏屁跳了 所以中共不僅僅是對台灣有統戰有滲透 對歐美國家也是滲透的非常嚴重 更何況是台灣呢 而現在還有一個很好玩的就是 有網友發現啊 中國大連有個副市長叫做人雪峰 1972年5月出生 現今51歲快52歲了 而他也是個遼寧人啊 這個人雪年啊 他也是遼寧人啊 那人雪峰 他有個20多歲出頭的孩子 應該在這個年氣換算之下 應該也蠻正常的吧 那是否他的孩子就是這位人雪年呢 不得而知 我們只能說姓氏一樣 這個出生的年紀好像 生下來的孩子好像又相仿 而且你們這個面容好像也有點相似 但不得而知 我只能說如果真的是的話 也難怪人雪年敢這麼大聲吆喝 你自己就是個小兆家人啊 在外面一定是以止氣死對吧 而且這樣啊 說這個別開槍打他 這句話可能邏輯上就說得通啊 如果人雪年是大連副市長的孩子 可能旁邊也有一些戴紅領巾的 那種紅圍巾的保鏢啊 是有戴槍的 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對不對 而另外一位昨天影片沒有介紹到啦 就是拍這個自白影片 騙說自己熱愛中國國旗的重慶女生 25歲的劉夢寅 他幫助過上千名中國留學生在海外就業 而他只有25歲 也就等於剛畢業一兩年吧 就有這麼大的能耐 那自己也是中國諾丁大學的 這麼估計下來 他應該也是個小小招家人 所以啊 招家人才會跟招家人的圈子混在一起嘛 這我不接受反駁的 那劉夢寅有沒有英國國旗 這不清楚 但張寧啊 昨天講的那位春晚的主持人 他肯定是有的 鵝六夢寅他在小紅樹上 分享了很多很多他在英國的生活 也用了身體做了選擇了英國的生活 也選擇了英國的配偶 如果他們兩個真的結婚了 那估計他拿英國國旗也是遲早的問題 所以這些人叫你們拿中共國紅色的護照 愛黨愛國 結果自己拿歐美國家的護照 還要你愛五星旗 你覺得有任何說服力嗎 放棄國旗可以 但不能放棄國旗對吧 我們自己想要做文化 議會口中的 責任而有韌國旗 那些中國人 叫尚人家 虎子 他用了 R word 你說你會兒 你會兒子 你會兒子 就把德國人放棄 台灣 用它 我會兒子 香港用它 我會兒子 放棄國旗 這是 有一個進化的事件 與中共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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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影片的時候還是要說一下 最近又有小粉在自己國內的南京 仇日反日啦,把商場裡面裝置的一些圖案 或是一些布景當成是日本的國旗跟旭日旗 當場撕毀商場的布置裝置 事後被公安抓走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南京某商場,大肆張貼,炫耀日習文化 我不說這些是什麼,大家自己看 這裡是南京,這裡又不是東京,搞這個東西幹什麼 那個東西誰弄的啊? 那個東西 你給我過來 你沒查到的辦法,搞這個東西幹什麼 搞這個東西什麼意思 我就想問一下,這樣的圖示代表日本的話 那這幾張圖是不是也代表日本呢? 裡面這個人是不是他是反華,媚日份子呢? 我跟你說這個人現在在哪? 他在北京的毛主紀念堂裡面,他躺在那個棺木裡面 已經告訴你們的位置了 具體啊,你們要不要學南京的這個商場這樣做啊? 看你們自己啦 大家來看一個網友反鳳的圖片 他說我似乎發現了什麼不得了的東西 諸位打雞血群眾們,我只能幫你幫到這 他發了一個紅綠燈的紅燈對吧? 然後下面就有人說取消一切紅燈 欸,粉紅們,我們已經告訴你了 現在在中國哪裡有虛日期啊? 怎麼做?看你們啦! 愛不愛國?看你們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朋友說,我是爸,我下次見了,拜!